大家好,我們現在為了將我們的紅豆餅技術做轉移 補導更多客戶做創業 我們現在歡迎我們的紅豆餅專業師傅,慧師傅 謝謝,今天趕緊做紅豆餅的示範 我準備教你們做紅豆餡、奶油餡 還有紅豆餅的烘焙一些技術 還有主要要注意的事情 我們今天煮的紅豆要煮一筋一台筋 顆粒五分 熱砂糖十兩 現在我們先煮紅豆 因為煮紅豆的時間比較長 要超過一個小時 所以紅豆我們先下去煮 這個水量齁 你是煮一筋的話齁 水量齁大約 就是超過手掌的高度 它的水的高度 差不多一個手掌高就可以了 我們先下去煮 蓋子齁,煮紅豆蓋子一定要找這個 是合用的 不可以隨便找個蓋子 這樣子水蒸氣很容易蒸的話 水齁會不正常 找個蓋子 要煮 不管你煮一斤、兩斤還是三斤 你煮的時候就是注意 它水開的時候 記得把火先改為小火 因為我們煮紅豆 因為我們煮紅豆是要用燜煮的 盡量紅豆不要讓它破掉 要用燜煮的 所以記得開的時候 一定要先轉小火 在煮的過程中 不用去攪拌它 你只要稍微 比如我們要煮一個小時 開的時候開始算一個小時 你煮一段時間的時候 你可以稍微檢查一下 看水量有沒有不正常的 太少了還是怎麼樣 如果還有水還有湯 就可以了 馬上再蓋回去 不要拿那個在那裡攪 紅豆的水已經開了 記得先關小火 關小火 是要前開的小火 不要只開中間那個 開小火就好了 現在開始煮一個小時就好了 這個 紅豆 煮紅豆的時候 那個水 你剩的 就是剩的 水量 就是讓那個豆子 最少浮出水面 差不多一顆一顆半 這種水量剛好 如果你煮的時候 超過一個小時 水還很多 也沒有關係 我們把火關掉 把水拿來 稍微倒一些掉 因為我們過程中 都沒有去攪拌它 所以它的豆子都沒有破 只是盆長 如果水 你打開的時候 水 還稍微高一點 那我們蓋子就不要蓋 讓它再煮一下子 讓它水位降到一個豆子以下 現在我們這樣子煮 水剛好沒有了 我們這裡是煮半台雞 所以我們的糖 最容易無聊 現在就可以攪拌 現在是煮的過程中 現在是煮的過程中 我現在在煮的過程中 我火還是要開著嗎 火要開著 因為你糖齁 你放下去 它就不開了 所以你火還是一樣開著 火稍微再大一點沒有關係 那紅豆要煮到什麼時間點 我跟你講 黃豆你只要煮超過一個小時 都一定會爛 我煮那麼久的紅豆 我從來沒有煮不爛的紅豆 就是 有一個要解就是說 你這煮的過程中 你不要一直把它掀蓋子 不要去攪拌它 因為你一直攪拌它 它溫度會不穩定 你只要蓋子蓋好 讓它燜煮 那也就是說我紅豆加水 然後燜煮一個小時之後 打開然後水位低於紅豆 一顆 一顆半針子 再加糖 然後要再煮多久 煮開就好 煮開 煮到水滾 我們準備了那個克林母粉 一台金的紅豆 克林母粉是50公克 我們現在煮只 只有半台金 所以我們用25公克就夠了 這25公克的克林母粉 要用水 先把它化開 再給一點點水 水一點點就好 不要太多 那為什麼 再一點點 為什麼不直接把克林母粉 直接倒到黃豆 還要再加水 你如果直接粉加上去 它會馬上會結塊 那不行 你一定要用水 像在勾芡那樣子 先用水 所以說克林母粉它公用就是要 讓它做餡 因為你紅豆 不管你怎麼煮 它還是紅豆湯 如果你不用這個克林母粉 它就沒有辦法做成餡 所以克林母粉也是很重要的一個 對 這家沙拉油 讓它的餡 比較滑潤 吃起來口感會比較好 那沙拉油它的燈量大概 沒關係 著亮就可以了 著亮就可以了 甚至 不加都還可以用 因為它現在已經變成線了 火記得 開到最小 它拌勻 油會分離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子就可以了 我們做紅豆餅的餡 不是要放冷 切實的放冷 不可以熱熱的 做在餅裡面不好使用 這樣子就紅豆餡了 一台斤的紅豆 加十兩的二砂糖 它的甜度 是經過這幾年 人家給我的 還我自己 感覺說它的甜度是剛好